刚才我说到西游记 不知道樊晨东 你有什么关于西游记的回忆吗 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其实对于我来说 也是儿时的这种回忆吧 然后可能在紧张的训练之余 会是一个很好的放松方式 很好的放松方式 你有没有觉得和自己的 一路的闯关也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呢 其实故事的整个 主线我觉得是9981难 那么在这个夏天 我经历了奥运会 我觉得也很难 但我也闯过来了